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19号星期日 有一个消息 我觉得是不可能成真的 但是很多人都在说 所以我们也说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德州 他现在据说要提一个法案 要禁止德州的公立校来录取中国留学生 这个法案 我觉得基本不可能通过 因为种族歧视就太明显 太强烈了 现在美国又讲政治正确 这种东西 按理说 我觉得最后 我个人认为不会通过的 当然咱们最后看 首先德州当时 他说要禁止中国人买房 还记得吧 这个有可能通过 因为德州州长表示了支持 在德州的两党 他都表达了一定的支持 这个有可能通过 但是最后会做一些变革 就是什么 他现在认为 双重公民和任何持有绿卡的人 仍然可以在德州买房 就是说如果你有中国护照 然后你还有其他一个 比如说支持像加拿大 比如说你同时有中国护照 和加拿大护照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买 还有一个 如果你是中国护照 但你没有其他护照 但是你有绿卡 也可以 这算了 就是说留了一点余地 就只是说 如果你是纯中国公民 你又没有其他的护照 又没有绿卡的话 你不可以买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 德州他偏要这么干 这个实际上多多少少 也涉及到的种族歧视 据说现在有华人团体 在德州的在告他们 就告这个种族歧视 能不能翻过来 我不太看好 这个我不看好 但是对于公立校 不能读取中国留学生 这点来讲 我认为他不会通过 这是德州的一个众议员 托尼 他提出一个法案 就禁止德州的公立院校 及其他所有的学术机构 录取所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不分 只要是中国来留学生 全部都禁止 德州现在据说 光一个德克萨斯 就有几万中国留学生 我认为 这个基本不太可能通过 但是这个依然会造成一种伤害 就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中国留学生 不愿来美国了 这是事实 很多中国留学生不愿来 那么原先给中国留学生 很多的名额 已经被印度的留学生 就抢走了 去年一年 中国全部获得的 每千就只有12万 你就想 中国留学生能够多少 这不可能都是中国留学生 对不对 只能占一部分 中国留学生就已经 本来就非常少了 你在这么搞下去之后 会弄得中国留学生 更不愿意过来 很多中国家长 现在非常担心 然后你这边又不安全 四天两头都出事 前两天还有一个 中国留学生 被打了一枪 把脊椎骨打断了 可能要 据说有可能要终身瘫痪 当然还在治 但不知道最后治成什么样 但是你说你现在 吓得中国家长们还敢来吗 然后你现在如此的排华 憎恨华人 你会发现 不要说中国的家长 不敢用中国留学生 来美国留学 你发现一些原先的 一些中产阶级 或者一些中国富豪 明明能够移民美国 都思考了一下 都愿意移民去新加坡 为什么去新加坡 就说他想缓一缓 看一看 觉得现在中美的 这关系太恶劣 担心来了美国之后 个人资产不受保障 个人资产有可能被没收 被充公 都可能因为很多 俄德斯的富豪的资产 被没收 被充公了 中国富豪也是担心 因为中国富豪有一些 说不好 跟老共都有点关系 对不对 他怎么好说 所以宁愿去新加坡 也不来美国 在新加坡 持币再观望 等一等看看 对吧 你这样子 会导致很多中国的家长 就有点担心 还敢不敢把学生 弄到美国来留学 对不对 那不行 我去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现在跟中国 在缓和关系 那很多人可能 就愿意去澳大利亚了 就不愿意来美国了 那我先不说 你这个涉及到 种族歧视什么的 咱就说 咱就从美国的利益考量 从美国利益考量 好不好 咱现在美国利益考量 这对美国有好处吗 没有好处 中国留学生 给美国贡献了 巨大的经济 咱先不说别的 咱先不说 这些中国留学生 将来毕业之后 留下来 能够帮美国 创造什么经济产值 它直接的 那都是间接 咱就说直接的 直接这么说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 国际留学生 2021年 为美国经济 贡献了320亿美元 其中中国的留学生 贡献了105亿美元 我告诉你 这还是因为赶上疫情了 2020年开始疫情 2021年是疫情 我记得 我记得在以前 在奥巴马那个时期 在我们留学的那个时期 就一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每一年 中国留学生 跟美国的贡献 都超过200亿美元 而且这是直接贡献 还不要说间接贡献 直接贡献 2021年 这已经就是说 受到疫情影响了 你懂吗 你知道 这种东西 它首先来讲 就是说 是一个交学费 买车 这些都是一个 这是直接贡献 但是它还会有一些 间接贡献 什么 比如说学校 会拿这个钱 再去投资 去扩建宿舍 扩建教学楼 那这些的话 就会在美国当地 干什么 雇用当地的劳工 创造工作岗位 那这些是带来了 间接的经济效益 直接的是 它就带来这些钱 就花在你这儿了 100亿也好 200亿也好 就花在你这儿了 它会带来一些 间接的东西 在里边 那种给经济 它注入了一种活力 还有中国留学生 比如说在这儿 考驾照 汽车保险 买车 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 可能买一些奢侈品 买包 买衣服 都会买相机 对吧 买各种东西 在这之后 它会创造了很多 这种间接的经济 那对经济是有好处 它激活了经济 你懂吗 然后你那些工人 挣了钱之后 他的公司又会在美国 再去消费 你懂吗 这种东西对经济的好处 是非常大的 当你现在这么做的时候 你会吓阻了 或者吓唬 很多中国留学生 不愿意来 你看着好像 直接经济损失 就100亿或200亿 不是很多 但渐进的损失 是很大的 有很多美国院校 可能就不敢 再扩建教学楼了 疫情这三几年来 自疫情爆发以来 因为很多留学生 滞留过不来 那就频频传出 美国大学 各种大学 财政危机的消息 有的是什么校长减薪 取消招聘 冻结工资 推迟项目 有33所美国大学 宣布永久关闭 刚才就不行了 其中包括建校 174年的迈克莫里学院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以前当年 在那个小汤 那个小汤就是 以前有什么 有一个什么鞋厂 后来搬到中国去了 员工就全没有了 还有IBM的一个机构 后来也是 好像就搬到哪去了 就没有了 然后他当时 还有什么科达 那儿也没有了 那个小汤最后 根本就跟死掉了一样 那个小汤 除了实在的 到了最后 基本上都靠 我们那儿 那个学校的 中国联生 在支撑他的经济了 真的 就是说 我记得那时候 平均每个学期 差不多来500人 一年要1000多 五六百 一年要 一个学期来500 五六百 一年来1000多 中国联生 那中国联生 比例算很高的 非常高的比例 你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这个学校 没有了的话 我们在那几年 因为招收大量 中国联系生 学校再开始扩建 学校有钱 扩建校舍 扩建教育楼 都在建 那假如没有这些 他还能建吗 这就美国经济 是怎么样 对吧 所以我就说 美国经济不好 到底是谁搞的 你没有责任吗 如果你现在 你搞的这种事情 如果你现在 美国经济特别好 也就行了 你现在天天的 美国经济又不好 又闹经济危机 然后呢 你又不让中国学生 来这花钱 来这投资 然后又不许 中国人来买房 对吧 那很多中国人 来买房 说实际上 真的就是 把中国的房子卖了 然后导到美国来 在美国买房 对吧 那出现很多这种情况 那这种东西 对于你来讲 经济没有好处吗 对你其实是有好处 因为这些钱 本来不是在你这产生的 是在中国产生的 你懂吗 我在这里认识 很多都是在中国 把房子卖了 之后来了美国 直接就买房子 对不对 那你这种钱 你现在 你不让他搞 他没有身份 他买不了房子 再没有中国零生子 来交学费 然后你现在 经济出问题之后 你单单就只是 想通过加息 把这些经济问题 都解决 你民众党 到底在想什么呀 我真的 我不明白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你看像刚刚我们讲的 不让航空公司 非有欧洲司领空 这就属于 地缘政治危机 这个属于什么 这属于保护主义 过度的保护主义 你懂我意思吗 就中国人来买房 对于你美国 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伤害 你要一说 好像中国人都是间谍 来买房都是来我这 就是搞 搞间谍活动的 这个他不挨着 你懂吗 还有中国留学生 都是间谍 这不胡扯吗 他不可能都是间谍 当然这边可能有间谍 但那比例也不会很高 对不对 那你现在每年来 可能 以前 你当时现在少了 现在可能可能还 去年可能还剩几万 中国留学生 因为一共12万签证 我估计里边 可能也就几万 中国留学生 但是之前都有 每年有时候 有时候多是几十万 中国留学生的 对不对 那这些人 怎么可能都是间谍呢 对吧 咱就不说别的 就单单从 你美国的经济利益 考量的话 这个也是不利的 然后还有 就是说 你现在这些中国 有钱的中国移民 你不要 然后你从南方边 来了很多的 都是这什么 中南美洲的 中南美洲这些人 进来之后 对你经济有好处吗 不好说的 有些人总是觉得 他们来了之后 会提供联压劳动力 让美国就能够 有些工作有人干 你明白吗 对 没错 他是廉价劳动力 对不对 他很廉价 然后你呢 就是说你该花钱的时候 你省钱了 他挣了钱 他干什么 他在美国消费吗 那些人天天就在这上班 就跟那中国农民工一样 上了班就把钱攒下来 上了班就把钱攒下来 他几乎不消费 他拿一个破手机 用七年 用八年 他都不带换了 他手机只要不换 他就不换 那个衣服不穿到烂 他都不换 他是省市减重 攒了点钱 咱在家干什么 就寄回国内去 寄回墨西哥 然后呢 要家里人干房子 就跟那中国农民工一样 中国农民工进了城市之后 挣了钱 就寄回家 在老家盖大瓦房 盖什么三层大瓦房 你懂我意思吗 那很少有农民工 在城市里大小大小花钱的 其实比较少 绝大多数都把钱寄回老家去了 可能有留守儿童 要寄给父母 寄给孩子 对不对 当然中国因为他整个都是一个国家 也无所谓 他那就是城市 帮助农村发展了 对不对 你美国行吗 你在干什么 你帮助中南美人 帮助墨西哥还有什么 多米尼克多巴哥是什么 乱七八糟的 反正你等于帮他们搞进去发展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些难民 说是难民 实际上都是跟着舌头 都是舌头组织过来的 他过来说可能交了舌头 有的是交了五万 有交七万 有的交八万美元 给那些舌头 让舌头带着他偷渡进来 都是花了钱的 然后挣了钱干什么 拿着这些钱 回去还他的舌头的钱 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看起来 好像你是用了联业劳动力 但是这个钱 没有再重新进入美国经济 还有这些人 他的确是联价劳动力 但他会挤压 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 导致美国工人失业了 美国工人失业之后 他就不能消费 这些人挣了钱之后 又不在美国消费 又要拿到墨西哥去消费 这对美国经济是雪上加霜 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那以前也是啊 中国好多那个福建来的 这个打工仔 在这挣了钱 那就从中国银行 打钱回去 回中国 给中国创造外汇 都是如此啊 对不对 但是中国留学生不一样 中国留学生是把 他父母在中国挣了钱 拿在你美国花 你这些非法的难民 这些非法移民 是挣了钱 在你美国挣了钱 拿回到中国 或拿回到墨西哥去花 这能一样吗 这对 这你你是傻子 你也能把这账算出来 对不对 你现在是民主党现在 整个是倒过来 在掏空美国经济 原先你这么做的时候 是掏空中国经济的 你懂吗 这中国富豪 在中国挣了钱 都移民来美国了 现在中国富豪也不敢来 都移民新加坡去了 中国留学生 在中国 父母在中国挣了钱 来到美国花 就在掏空中国经济 把中国经济当美国搬 你现在可倒好 不让他们往美国搬了 让钱都留在中国 然后再把美国的钱 再往墨西哥搬 你民主党这么搞来搞去 然后你这个经济搞成这样 保护主义 然后地缘政治危机 搞了乱七八糟 然后经济出问题了 通口膨胀 然后你就单单的 你就只想靠加息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这可能吗 所以呢 我说起实在的 美国经济衰退了 美国经济危机了 活该硬该的 你这么搞 我就说起实在的 就跟当年那个叫什么 马什么 他那个中国那个经济学家 他去那个希腊 他也是 他在希腊考察了一圈 他后来说 这个希腊经济 如果不崩溃的话 我就崩溃了 我的经济学家 我的所有的这个 我的经济诚实 都不存在了 就是希腊这么搞 他一定得崩溃 你懂吗 就美国就我看着你 就天天你就这么胡搞 出事实在 你的经济要崩溃 我的精神就崩溃了 你懂吗 就你这么搞完之后 就完全不符合 我们的常识了 你懂不懂 你这么搞完之后 你不崩溃 谁崩溃呢 你懂吗 所以呢 所以实在就 就扮演这么搞完之后 美国经济崩溃了 活该 我应该崩溃 不崩溃就见鬼了 知道吗 他崩溃 我就崩溃了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 你不崩溃